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红酒汁的牛扒南瓜卷 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重点都不是这些食材 是你学了这个方法之后 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想像 将它变成其他东西 一起看看如何做 材料有牛扒、红椒、南瓜 红酒汁有红葱头和一支红酒 首先我们就先处理了南瓜 其实就讲一下整件事是什么 南瓜我们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南瓜蓉 然后里面加上有红椒粒 然后把它擠在牛扒 把它卷住它 然后把它再煎 其实就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第一步就是要做这个南瓜蓉 做南瓜蓉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把它放进微波炉那里叮 接着就是要介绍大家 如何处理这个灯笼椒 你就是这样切了头 切了尾巴 然后中间切一刀 然后伸进去 你一直这样打横 这样就整块红椒就出来了 我们将这条 把它打直 但是那个甜椒如果太厚的话 我们甚至是要把它再切一半 这个步骤是要点心思的 但是你会觉得值得的 因为切了出来很小粒很小粒的红椒 其实它不知不觉间的 将那个味道滲到南瓜里 是很好吃的 然后把它打滑 那就变成超级小粒 正方形的红椒碎了 这个南瓜呢 刚刚在微波炉叮完 叮完之后 用一个羹去查一下 用一个叉去查一下它 把它打滑了 那就可以了 让它煮到另外一个盆 因为呢 我们就要 拆烂它 南瓜拆烂它的同时 我们就加一点牛油 给它 因为南瓜里面的营养 如果没有油 它是 不会溶到出来的 那我们 好像猜树一样 把它拆烂它 其实很简单 就做一点调味 给它 嗯 加一点盐 还有黑椒 就是将它的邪恶度 再推向一个高峰呢 是可以磨芝士下去的 然后我们把它 放在一个擠袋里面 然后放了下去之后 就在冰箱里 稍微冰一冰冰它 不记得放红椒 但是其实呢 现在放在一个袋里 都是一样的 然后 我们就把它 在这个袋里拌均匀 接着 绑紧它 我们就把它 放在冰箱里 稍微冰冰它 接着我们就处理 这块牛扒 如果这块牛扒 大约有一寸厚 那我们就把它切开一半 即是片开它一半 那就是非常惊心动拍的 这个过程 好 那把它切到这么薄 做什么呢 接着因为下一个步骤 就是要 其实最好 最好用一张牛油纸 就包一包住它 但是其实没有也可以 这样 向外推 这样 拌扁 牛扒去 刚才那块牛扒 最后 已经 变成了 两张皮 那 接着呢 我们也要 略为把它 season 一下 也是 盐 黑胡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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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是油的 你喜欢的话 还可以放香草 但是 我觉得 OK啦 不用了 其实你可以做两面 那我就会做多一点 在盘子上 然后就 拍一下它 这样就 两面都有了 接着下一步 就预备微菠蘿保鲜纸 这样就拔长一点 铺一张 再铺一张 再铺一张 再重叠住它 我们把扒放在中间 然后把南瓜蓉 捏在中间 捏完了南瓜蓉 在中间 然后我们就小心把它卷起 把两边的空气 小心地按出来了 一路这样拌它 拌到它 拌到它 它就会变成一条 这样的牛扒腸 接着我们就 预备好 红酒汁了 红酒汁呢 其实材料 就是红葱头 这个是上汤 红葱头 和红酒 那我们现在预备好 做这个汁先 那我们将红葱头 全部切碎它 与此同时 这个水滚了 我们就可以将 刚才这个牛肉 腸腸 就放下去 煮它 我想 五分钟 或者三分钟 其实呢 都不是要煮熟它 因为我们最后都会煎它 但是呢 我想让它的牛扒定型 刚才这个牛肉腸 就已经经过 这个滚水 的洗礼了 即是煮完它 接着我们现在 就可以小心地 将它 在这个保鲜纸里面 移出来 然后就放在 这个锅上煎了 好 煎到差不多了 现在呢 我们就将整个卷 放在板上 让它摊头了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锅 加少许油 下红葱头 红葱头煎到差不多了 我们就下红酒了 然后再加上汤 然后再加上汤 这个红酒汁完成了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将它 淋到这个牛扒卷那里了 接着 你就可以 把它切开来吃 再加上 再加上汤 这个东西 时间 这个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